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25日下午的3点40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立万区 这条路叫做保华路 前方机走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上下就不行街了 这树木这么大 在广州老城区有着很多一些比较大的树木 不知道这些树木是不是古树来的 如果是古树的话 这些树木也见证了广州老城区的发展与变迁 现在可以看到路脸庞 很多人了 前方的餐饮店每一家都是大排山堆的 因为今天天气热啊 虽然现在的天气是阴天 但是那个温度有点高 所以现在走在路上感到有点闷热 还有可以看到逛街的人还比较多 因为今天是周末啊 所以很多人都有空出来逛逛街 放松一下 这家商铺倒闭了 这家也是有点出不意料 可以看到逛街的人这么多 按道理来说 这个商业价值啊 是无可衡联的 应该是一铺担出才对 这么欧望的沿流量 先放两家又是 虽然招牌没有拆 但是大白天的 不可能不营业吧 陈天记 这家的话是广州老字号来的 他先放那里 这里的话 有很多广州老字号 最佳宾室 就是广州的一家老字号 因为老城区 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 一座城市的美食 习俗 文化 历史 在老城区都能宅到 在老城区都能找到 而且是最正宗的 就说老城区的粤菜吧 是整个广州生计广东中 最正宗的吧 现在来到八月尾了 这个暑假也差不多过完了 所以现在路上可以看到 比较少小朋友了 还有几天就快学了 如果还打算来广州旅游的话 要趁早了 不过我觉得来广州旅游 如果只是走马光花的话 我觉得两三天啊就够了 第一天就是灌一下北新路上下酒 还有前方这里的永庆坊 然后过完之后就去珠江新城 看一下广州塔 拍个照 紧接着去一下长龙 玩一下 再去广州各大的博物馆 再熏陶一下 那这个行程的话差不多就结束了 其实广州的景点还是挺多的 不过论景点 广州还是比不上那些古城古入 但是广州怎么说 都是一座千年古城 而且还是一座千年山都 所以的话 是有着很多一些关于商业的一些 文化遗址 这些文化遗址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看一看就赛多慢 现在来到恩铃路了 前方这条就是恩铃路 这边就是上上百九步峰街 前方急走的话就是广州的永庆坊 上下酒的话就不在那家逛了 因为上下酒我拍了很多遍了 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往这个房间去 应该都是去上下酒的 现在可以看到上下酒还是很多人的 这个视频主要带大家来逛一下这个永庆坊 永庆坊是广州最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景区 它是一幅员过去老师观的一些生活区 所以在里面的话你可以了解到 认识到发现到过去的广州城 由于是附近的 所以的话这里面的房子都是比较新 非常是比较新 但是的话那个样子可以说是跟过去一模一样的 也算是全面复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吧 所以在里面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它里面拍照逛街都是十分突片 十分惬意的 先过一下马路 可以看到这些人应该都是游客 整个装扮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因为老广不是这样装扮的 老广都是比较垂润的 如果装扮都比较精致 创作的十分练利的话 很大可能都不是老广 我相信大家都在网上看到一个端子 就是老广 会经常穿一件背心 一件短裤 一个拖鞋 其实的话 在生活中啊 在广州街头很少看到这样的装扮的 不过也有 要去到这个居民区里面 像这种商业区的话 你很难看到这个装扮的 永庆坊 窝仔糕 广东传统小吃 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子啊 好漂亮 这些就是广州传统房子 骑楼 骑楼跟四关大雾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是广州的永庆坊了 好多人啊 好了 容易失常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逛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